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一个太心背叛过的人 我没有勇气把自己所有的伤痕 都展现在你的面前 然后之后我要独自去承受那种 动车心扉的孤单 宇宙广袤如大千世界 星系接近如同偶然邂逅 只是光到达的时刻 让我们在循环往复中达到永恒 太空中最美的 是两颗星相互归影 地球上最美的 是两个人相互遇见 是你刺破黑暗 分离长出新的羽翼 带我触碰一笔一笔 归不出的具体望着你 太迟了 邵总 邵总 我们想听一听 您对心灵伴侣有什么看法 好 是 对心灵伴侣有什么看法 是 是 是 对心灵伴侣有什么看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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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沉醉的蜻蜓 有个人曾经跟我说过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公主 身性活泼 喜欢冒险 他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 总有一个身着黑衣 戴着面具的骑士 会从天而降化险为夷 他很好奇骑士的身份 但骑士从未接下过命运 他不是骑士的真面目 骑士也曾经过他的手 但早在很久很久以前 骑士就已经把这个公主 当成自己的新意外 因为在骑士的每一个黑暗时光 心中都有这个公主 陪伴着他 以后的爱情 曼宇 你怎么了 怎么出来了 你到底怎么了 我也很想知道我到底怎么了 曼宇 你每次不直面我的问题 你知道这让我很难受吗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 你能不能回答我 我们之间的阻碍到底是什么 盛林 你了解我吗 了解 你了解我的情况吗 当然了解 你了解多少 全部 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我的全部 我现在有一份工作 我随时都可能会失业 我有一个孩子 可是我连抚养他的权力都没有 我有过一段婚姻 可是那颠覆了我的爱情所有的理解 他把我的自信全部都粉碎了 我是一个太子背叛过的人 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再次选择相信 我没有勇气再次面对离别 我没有勇气 我没有勇气把自己所有的伤痕都展现在你的面前 然后之后我要独自去承受那种痛彻心扉的孤单 把几三个人宣传 是不是想着记得 这就是我 这才是我的全部你了解 可是我还是想着你温柔片刻 两个人的风波 三个人一起究竟 一集九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栋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